紅博士 張顧問 光照紀人 與在座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昨天是台翁 但是我看真的 我看到紅博士會講 台北市好像都沒有 一點風都沒有 可能是半夜才有風的樣子 大家多休息來一天 本來昨天我還講到這邊來的 結果紅博士 在前天晚上9點鐘告訴我 不用來了 那麼剛才韓國士告訴我說 是因為東方經營廠不肯提供冷氣 不過我也覺得感觸很多 上一任的那個曾處長 他在這邊當處長的時候 還用對紅博士會 極為全力的支持 這一次換個處長 這個處長坦白講我也不認識他 以前曾處長在的時候 我記得只要是政府的首長 來這邊演講 他都會親自相陪 我們這個處長好像從來不來過 不假設是他個性死然 他是他後來比較硬是怎樣 他從來不來打招呼的 但是各有個人的思想 各有個人的個性 我們也能夠勉強他 但是以前曾處長在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演講是不用付貴的 現在胡博士民要付10萬塊錢 我剛才知道 甚至於連我們當貴賓師都要付錢 我們這個處長 剛剛對錢看得很重的樣子 這不是該 不是要該講些什麼才好 上次我們檢查總長來這邊演講的時候 我就跟檢查總長講說 我們來這邊要付錢 他聽得非常的不高興 他說這個洪軍賣無大軍賣為政府先傳 先傳施政的理念 他還是在那邊搜錢 這實在是很不像話 我說沒有辦法 他是處長 我們這個管理處 這個總政經常是在管的 他要搜錢你也無可耐的 所以說我剛才給洪國師的建議 明年我敢不要再這麼辦 洪軍賣無大軍賣 你看從這個租這個場地付貴 然後各位來這邊聽講 從來不收錢 然後他每年所發揮在這個演講的那個 還有各式各樣的活動中 一年發揮將近上千萬 這一點我真的是很 很佩服他洪國師 而且這些錢 他都是私人的口袋 他從來不募款 這一點我可以當一個活生生的證 有一次我們剛才講的 張超雄 張校長 他告訴我說 是啦 這洪國師很奇怪 我要嚇一百萬給他 他不害怕 我才知道真的洪國師不是講假話 那時候張校長說他身為 洪金平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每次在那邊他都沒有付一毛錢 他不好意思他想艱辛一點 促成這個活動 但是洪國師他一直不肯收 所以這一點 我們真的很有衷的感謝 洪國師 像尤其今天 李主任 我剛剛看到的是 他是哈我拿寫的 很不簡單 很不簡單 今天各位有幸 來這邊迎應他的演講 一定會受惡非常的多 這些也都是洪國師坦白講 他的功能 所以我們掌聲來 謝謝洪國師 剛剛洪國師有介紹我 不好意思 本人是對台灣農爆是滿爆的期望 那我們農爆大概也出了十幾期 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資金的不足 所以說還沒有說達到每天的出牌 那最近我也為這個事情在奔波 我尋找一些企業家的支持 或者是說 洪國師建議我去募股 那當然我會往這方面去努力 因為坦白講 台灣農業 各位可以看到報紙 也看看電視 什麼地方的水果 滴到一塊兩塊 什麼像昨天那天 那個台南市 那個什麼魚 也是加點滴類大戶土 如果用我們台灣農爆來幫忙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些滴的東西 運送到台北來 農民移民也都可以解釋他們困難 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也可以享受到一些很便宜的 農產品 遺產品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台灣農爆以後 所需要奮鬥的對象 那我也會盡我最大的力量 來達成這個理想 那另外一個 各位如果說 有什麼事情需要的媒體的話 民眾農爆 我現在手下官的逃15秒 一挖東 基隆市 新北市 台北市 各位有什麼事情可以找我 我盡我最大的力量 來幫忙各位 坦白講 我當市長這段時間 我也幫忙很多人 一些事情 當然也有很多的忙法 但是我是不怕忙 像那天法院 就來一張證 傳標給我 給我去當證人 我說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怎麼來 你那麼傻 你幫這些人幹什麼 我說不是這麼想 我也不怕法 不怕法院 反正我們也不做錯 也不做違法的事情 怕他幹什麼 所以說各位如果有什麼事情 找我需要幫忙的話 儘管來電話給我 那麼講到這些 我先來介紹我們的李婉若主任 他是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碩士 哈佛大學癌生物學博士 哈佛大學博社後研究員 他專門研究哈佛 現在真的哈佛畢業 各位都知道 能夠在哈佛畢業 這次都是學歷非常 學歷各方面都是非常優良的 他曾經當過旺旺醫院 皮膚科雷射美容中心的組織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護社醫院皮膚科主任 他現在是鼠率酸核醫院皮膚科的主任 那麼我們現在掌聲歡迎我們的李主任 好 今天的演講是皮膚健康快樂人生 再次歡迎我們的李主任 謝謝 謝謝 洪君梅文教基金會給我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皮膚的一些知識 那其實我今天的主題 大概就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皮膚科很重要的一個疾病 就是乾癩 我想從這個名詞上 大家會講乾癩 他到底是不是癩 跟我們的毒癩 我們的骨癩 我們的這個香港腳 這個有沒有關係 沒有 乾癩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另外一種疾病 在我們介紹皮膚之前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皮膚的一個組織 我們皮膚分成幾層 一個是表皮層 在下面是真皮層 然後再來就是脂肪 皮下脂肪 最主要就是這三個層次 那乾癩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發炎的一個病變 這是簡單的皮膚的一個構造 這是簡單的皮膚的一個構造 我們可以看到皮膚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就是表皮層 然後在下面是真皮層 那會有一些角質 然後跟皮膚的表皮的一些構造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組織的一個圖 那我們的表皮層呢 又分成好幾個層次 從最下面的肌體層到極狀層到顆粒層 然後最後到這個角質 所以表皮其實它分成了五層 它就是最主要就是角質層 它會是一些死亡的細胞所造成的 那我們的皮膚呢 它是一個會持續代謝的一個組織 那它會從我們的肌體層的細胞 慢慢的生長分化 然後之後到角質層然後排泄 所以它基本上皮膚是這樣的一個構造 那我們今天先講的是乾癩 那乾癩雖然從名詞上我們聽到它是一個癩 但是跟我們常常我們剛剛提到 它的黴菌感染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真正的一個感染的一個疾病 所以其實大家碰到乾癩的病人 不要覺得它可能會傳染 因為其實這一群人他們的皮膚的狀況 讓你看起來覺得可能很恐怖 但是事實上它是一個不會傳染的一個疾病 那乾癩呢 它是一個很慢性的一個疾病 它會復發 那不會傳染 那它跟我們的高血壓糖尿病一樣 它都是一個可以控制 而不能夠根治的一個疾病 我想常常看到很多的病人 他來皮膚科看診 他會問說 醫生請問我的這個疾病可不可以根治 我想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 幾乎沒有任何的病是可以根治的 大部分的病都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們在追求這個治療的目的上 我們希望說它能夠好好的控制 然後維持一個正常的一個生活 那乾癩呢最常見的就是 它皮膚上會出現紅色的一個斑塊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的斑塊上面會有銀屑的皮屑的產生 那個皮屑會有的會非常的厚 那就很像銀色的皮屑這樣子 所以其實像 我們在台灣把它稱作乾癩 但是在大陸上呢 就把這個病稱作銀屑病 因為它的皮膚上會有很多的銀屑的一個產生 那從很早以前 大家因為在皮膚上看到乾癩的病變 所以大家都認為說 乾癩它是一個純粹皮膚的疾病 但是在很多年前 就是二、三十年前 就有人很意外的發現說 我們給了它一些免疫調節的藥物之後 就是有一些可能它是經過移植的病人 那我們知道移植的病人之後 他必須要吃一些免疫調節劑 那乾癩的病人呢 吃了這個免疫調節劑之後 就發現它的乾癩居然就 皮膚的病道就改善了很多 所以後來慢慢慢慢 經過這幾十年代的研究 大家已經知道說 乾癩不是一個單純的皮膚病 它其實是一個免疫不平衡 所造成的一個疾病 它在外顯上 在皮膚有很明顯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一個疾病 我們會知道說 它到底我們的整個族群裡面 它會有多少人會有這個乾癩的病呢 在美洲跟歐洲他們的統計 發現1.5%到3%的人有乾癩 那在中國呢 大概是0.3% 那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沒有說男生比較會或者是女生比較會 那每個年齡層都可能有乾癩的病人產生 那但是呢 他有兩個比較好發的一個年紀 一個是在早期 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時候 有些人他的乾癩就開始發生了 那越年輕發生的病人呢 他越容易有家族死 而且他的症狀通常會比較嚴重一點 那有一群的人 他是屬於比較晚發型的 他大概到五六十歲的時候 才會開始發病 那這群病人他的症狀會比較輕微一點 而且通常比較沒有家族死 所以其實乾癩從年輕到年紀大 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呢 台灣其實呢 乾癩的發生率呢 根據這個2009年的一個統計 因為有健保資料庫之後 大家對這樣的這個統計 就相對的比較知道 台灣每一千個人大概是2.52% 那男女台灣好像是男生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這個每個族群他的發生率 跟他男女的比率是不大一樣的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乾癩 他有一些什麼簡單的一個特性呢 其實他的皮膚我們可以看到 他就是邊界非常的分明 那他表面會有銀線的 這個銀白色的脫屑 那脫屑下面就是紅紅的一個斑塊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很多疾病 在皮膚的表現上 他會有一些容易耗發的部位 那我們在乾癩上面呢 我們看到他耗發的部位 會是在我們的頭皮 所以其實乾癩的頭皮 是一個病人很困擾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容易耗發的部位 都是在一些頓 就是比較容易受傷的部位 像手肘的後面 因為其實會經常的摩擦 然後跟膝蓋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 有的跪在地上 這也是容易摩擦的部位 然後再來是手腳也是 尤其在背上也是 臀部背上 這些都是比較容易摩擦的部位 那這是乾癩耗發的部位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呢 雖然他乾癩侵犯的範圍很小 可能只在頭皮的部位 但是因為他其實會影響病人的外觀很明顯 所以這個對病人的身心會造成滿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其實有人呢 他曾經統計過乾癩病人他的生活品質 跟很多癌症病人甚至心臟病、糖尿病 他都比這些病人的生活品質來的更差 因為其實他的外觀上是很容易被辨識出來的 那乾癩呢其實就是我們常常看到的之外呢 他分為很多種的種類 他有一些是比較斑塊型的 有些是像雨滴型的或濃耗型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名床會看到什麼 其實大家我想這個 可能大家有時候會在外面上看到有一些病人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態就是 他會有很明顯紅色的一個斑塊 然後上面會有銀白色的一個拖屑 那他清泛的面積可以很輕微 也可以到全身 所以這是比較斑塊型的乾癩 他是大概就是 在我們在圖片上可以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有另外一型的乾癩 他是屬於雨滴型的 我們從他的名詞上 我們就可以知道雨滴就是像雨滴下來一樣 一滴一滴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 他跟剛剛就完全截然的不同 他的皮膚就像一滴一滴的 跟剛剛我們看到一整塊 一大塊然後有銀線的狀況 那就完全不一樣 那這些雨滴型的乾癩 他常常病人本來就是沒事的 但是可能一個感染過 呼吸道感染或扁桃腺炎 念球菌感染 就會讓整個雨滴型乾癩突然的爆發出來 所以這個跟之前我們看到的斑塊型的乾癩 是不一樣的 那有另外一型的乾癩呢 是屬於濃泡型的 就是說他平常就是紅紅的 但是在某些狀況下 他會產生很多很多的濃泡 那其實大家都看到濃泡都會相當的害怕 其實皮膚有很多的病 他是會以濃泡來表現 但是濃泡並不表示有感染 所以大家可能會看到 我看到一個濃我就很害怕 其實濃有時候分成兩種 有些是有感染性的濃泡 有些是沒有感染性的濃泡 那像這樣子的濃泡型的乾癩 他的濃泡就是沒有感染性的 所以但是病人可能會是全身性的 可能全身都會有濃泡的產生 那有一些他可能只局限在 手掌跟腳掌 可能是局部型的濃泡型的一個乾癩 那另外一類的病人是最嚴重的 他可能是屬於全身的紅皮 他就整個全身從頭皮臉到身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皮膚都是乾癩 那就是整個是全身的紅皮症 那這個假設是這樣子的時候 那他可能就是治療上 我們要更加的積極 因為他常常會有一些 因為我們知道全身的皮膚如果都是紅紅的 然後他可能比較容易水分的喪失 那電解質會不平衡 那他整個身體的狀況是會比較嚴重的 雖然濃皮型的乾癩 他的病例會比較嚴重 容易有後遺症 那可能會造成感染 因為整個皮膚的狀況變得不好 那腎功能肝功能受損 甚至有時候肺炎 會有心臟衰竭的發生 所以這個濃皮型的乾癩 是我們在臨床上特別會要注意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乾癩可以影響的皮膚範圍非常的大 可以包括頭皮臉部身上四肢 另外他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指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乾癩的病人 他的生活品質相對會非常不好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如果影響到指甲 你知道我們在社交生活上常常指甲 手一拿出去我們就看到病人的指甲 那很多病人看到 就是很多人看到病人的指甲 這樣子的時候都會非常的害怕 覺得他可能會有傳染或什麼 其實他是不會傳染的 那他的指甲有時候很明顯的 這很簡單的可能就是一點一點的凹陷 那嚴重一點可能像這個樣子 那是不是跟我們很多在臨床上 會看到的灰指甲非常的相似 所以乾癩他的指甲的侵犯 也可以非常的嚴重 那另外就是其實現在都知道 乾癩的病人他常常在乾癩發生之後的十年 五到十年之後他就會有關節炎的產生 那當然有少數的病人他的關節炎會是在乾癩之前 但是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在皮膚有乾癩之後的 五到十年之後他的關節會開始有問題 那大概有多少的病人他的乾癩之後 會發生乾癩性的關節炎 大概有大概每個國家的統計不一樣 大概是20%到30% 20%到30%的病人會合併乾癩性的關節炎 那他的關節炎可以是很嚴重的 像僵子性脊椎炎都只是在中軸的部位 他可能早上起床的時候他的活動會不方便 可是經過了二三十分鐘的活動之後 就像僵子性脊椎炎的病人一樣 他的整個活動的範圍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有些是屬於周邊型的關節炎 他可能肌腱會疼痛或手指會發炎 那甚至嚴重的時候他整個可能手指也會變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手指都腫脹 然後會變形這樣 所以乾癩性的關節炎也是 是乾癩的病人或什麼生活品質 也會變差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剛剛提到乾癩 乾癩跟很多的病其實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相似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乾癩 那這個看起來也很像乾癩 所以其實他不是乾癩 他是我們的體癩 就是我們常常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天氣悶熱、流汗、黴菌的感染 造成這個黴菌的產生 那就是體癩 那其實看起來跟乾癩非常的相似 那這兩個看起來也很像 右邊這個是乾癩 那這邊這個是我們一般的濕疹 所以其實他跟很多的疾病非常的相像 所以在治療上面 其實常常也會被錯誤的診斷 然後接受錯誤的一個治療方式 那再來 右邊這個是乾癩 那這個呢 這個是皮膚癌的一個前期波紋式症 臨床上看起來 好像也都是紅紅的一片一片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乾癩 那這個呢 這是我們常見的脂漏性皮膚炎 那跟乾癩看起來 在頭皮上也相當的類似 那這個是乾癩 那這個是殉狀肉牙種 它是一個T細胞的一個問題 的一個皮膚病變 那這個是雨滴型的乾癩 這個是玫瑰抗症 看起來臨床上也很像 我們看到很多 很像的臨床的一個圖片 這個是骨癩 那乾癩會影響到手掌跟腳掌 香港手也會影響到手 手也會脫皮 臨床上也非常的相似 那我們剛剛提到 它可能會有濃泡的產生 濃泡型的乾癩 我們的手掌 腳掌在夏天的時候 很多人的手掌 腳掌也會長水泡 是我們的汗泡疹 看起來也很相似 所以其實它在臨床上 跟很多的疾病非常的相似 那這個都需要 我們好好去分別它 然後才可以給病人 做一個正確的診斷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一個組織的一個切片圖 可以看到 這是正常的皮膚 有角質層 有很表皮 然後這邊有一些真皮 然後有一點發炎的細胞 但是如果你在乾癩的病人 你把他的皮膚切片下來 你可以看到他的角質層 變得比較致密 比較厚 跟這個比起來 那他的表皮會真厚 會變得很厚 跟這個正常的比起來 就變得這麼厚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會看到病人 他的皮變得厚厚紅紅的 他會有銀穴的產生 這就是他的脫穴的狀況 然後他是一個發炎的疾病 發炎的疾病就會 在發炎的狀態下 會有很多我們組織 就是會有很多的淋巴球細胞 跑到我們的真皮裡面去 所以我們可以在 這個乾癩的病上 看到很多他的發炎的細胞 增生非常的多 所以這就是乾癩的一個 組織病理的一個變化 那大家就 我們剛剛介紹了這麼多乾癩 他臨床上的一個表現之後 大家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我的病人會得乾癩 為什麼我的病人不會呢 那他主要分成三個原因 一個是先天性的 就是任何我想很多的疾病 都跟基因有關 那有些人他天生就帶著這個 比較容易得到這個疾病的一個基因 那有一些是後天性的 那環境造成的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其他疾病造成 那第一我們提到基因性的 就是基因的問題 那大家會想說 假設我有乾癩 那我是不適合結婚生小孩 我的小孩會不會也有乾癩呢 那如果爸爸媽媽都有乾癩 那小孩得到乾癩的幾率是50% 如果爸爸媽媽其中有一個有乾癩 那他的小孩得到乾癩的幾率是16% 所以其實他是有可能會遺傳的 但是他不會百分之百遺傳 那在環境上面呢 主要跟一些表皮過度增生的這個方式有關 包括有一些受傷 我們剛剛提到乾癩他容易耗發在什麼 摩擦的一個部位 就是我們的手肘啊 或者膝蓋 背部這容易摩擦的部位 所以一個外傷 假設你受傷之後 也可能會引發乾癩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有些病人他去做個美容 比方說他脖子長個席肉 他去切掉 或者是去做個雷射 可能在那個做治療的部位 他就可能因為外傷 而引發乾癩這個疾病的一個產生 那感染也會 那藥物 酒精 曝膳 情緒的起伏 都會讓乾癩的這個疾病誘發出來 那另外相關的疾病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乾癩他基本上 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皮膚病 他是一個免疫系統上面的 一個問題的一個疾病 那我們剛剛提到乾癩誘發的因子 第一個就是外傷 我們剛剛提到說 你經過抓傷或手術的疤痕 這些都可能誘發乾癩的一個產生 那再來就是感染 那我們剛剛也有講到說 一個上部細道的感染 煉珠球菌的感染 或煉球菌的感染 他可能誘發 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雨滴型乾癩的一個產生 那再來就是講到藥物 我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疾病都跟藥物有關 藥物可以治療我們的病 但是藥物也會引起不同 另外的一個疾病的一個產生 那我們現在知道的像很多 很多人為什麼我們剛剛提到說 很多人到了五六六七十歲 他的乾癩才發出來 其實你仔細去詢問他的病史 你會發現其實他是因為高血壓的關係 因為他血壓高 他去吃降血壓的藥 那當然降血壓的藥 可以讓血壓下降 但是其中有一個像說 β blocker 就是β阻斷劑的藥 他在某些病人吃了之後 他的副作用就會造成 像乾癩一樣的疾病產生 所以很多年紀大的病人 他到了六七十歲才開始產生乾癩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考慮到說 他是不是因為高血壓的問題 在心臟科醫師拿了降血壓的藥 而導致乾癩的一個產生 那如果這樣子的時候 當然可能我們 如果說乾癩是嚴重的 我們可能要考慮換另外的抗血壓 降血壓的一個藥物 再來就是禮炎 我們知道其實很多人有精神上的問題 那他會去精神科醫師那邊 那他可能為了控制他的疾病 他會給他禮炎 那這個也會造成乾癩的一個誘發 還有抗虐疾的一個藥物 都可以造成乾癩誘發 或者是乾癩的疾病變得更惡化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在 我們不能說中醫都不好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在外面 製造一些草藥或者是 甚至在某些 不是被醫師的地方 密醫的地方 尋求一些治療 那可能使用了類固醇 那我們都知道類固醇 它是一個抗發炎的藥物 它其實對很多的疾病 它都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沒錯它對乾癩的治療上面來講 它也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一般我們只用在局部的使用上面 那有一些地方呢 他可能會給他使用一個 口服的或者是注射的類固醇 那當然他的效果會非常好 你可能治療沒有多久 他的乾癩就全部都好了 但是一旦他停藥之後 他會整個反彈 會反彈的非常的嚴重 那使得乾癩的病灶全部的發生 甚至有些時候會引起全身性的 濃泡型的一個乾癩的產生 所以很多的東西會誘發乾癩的產生 尤其在藥物上 我們要特別的注意 尤其是在年老的病人 他有高血壓的狀態 他使用的高血壓藥物 或者是有精神疾病的病人 他在使用禮炎 或甚至有一些免疫調節性相抗虐疾的藥物 這個都可以造成乾癩的一個誘發 那再來就是情緒 我們要知道其實情緒跟很多的疾病有關 可能不是只有跟乾癩有關 我想任何的疾病 甚至可能大家也認為說 癌症跟情緒也是會有關係的 你在生活緊張 非常緊張 壓力非常大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得到很多的疾病 這個是不用置疑的 那再來就是日曬 那很少的部分 很少部分的病人 對乾癩的病人 對日曬之後會產生惡化 大部分的病人 在曬乾癩的病灶 在曬完陽光之後 他會得到改善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很不好的因子 就是抽菸跟喝酒 我想很多的疾病 抽菸喝酒都會造成它的惡化 所以其實我想 為什麼政府會一直在提倡 大家不要抽菸 會有買菸要繳稅 那喝酒盡量不要酒駕 但是喝酒的確是對於乾癩的惡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子 那當然 乾癩我們剛剛提到 大部分的乾癩的患者 他指甲也會有問題 他頭皮也會有問題 那在生活上他的指甲變形 有時候我們剛剛提到 他也會有關節炎的狀態 所以他整個這個 指頭的活動會受到影響 甚至有時候連要開罐子啊 或者是扣扣子都會有問題 那所以呢 很多病人呢 他在生活品質上 會受到很嚴重的一個影響 那甚至我們剛剛提到 可能比癌症的病人 或者是比一些 心臟性糖尿病的病人 他的生活品質更長 那另外呢 就是乾癩的病人來講 因為他皮膚會脫屑 我們就知道 有些時候病人一來診間 他皮膚 他衣服一脫下來 就整個地上都是皮屑 那其實 如果他的範圍可以用長褲 長袖來遮影都還好 但是如果是長在這個頭皮上 或者是指甲上 其實是遮不住的 那對病人來講是很困擾的 所以他所造成的外觀問題呢 對病人的生活品質 是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以前認為乾癩是一個皮膚的疾病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皮膚病 那最近呢 最近的研究已經發現說 乾癩的病人呢 他有很多的共病症 就是說你得到乾癩 你得到下面我們現在提到的 這些病的機率 都比一般的人來要高 所以呢 他比較容易得到關節炎 那他會容易有心血管的問題 那乾癩的病人 一般會比較肥胖 所以他比較容易有代謝症候群 他容易有糖尿病 他容易有高血壓 他都比別人多了很多倍 他的肥胖病人跟一般人比是2.4到5.5倍 他的糖尿病的機會 比一般的人來講是3倍左右 他得到高血壓的機會 就是一般人的3到5倍 高血脂就是血脂肪高 膽固醇膏 他的機會是一般人的3到5倍 得到代謝症候群是2.6到4.9倍 然後容易有脂肪肝 那而且除了這些 我們常聽到的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之外 他得到臨巴癌 就是皮膚T細胞臨巴癌的機會 是一般人的4到10倍 那得到發炎性的腸道疾病 就是我們講的克隆氏症 是一般人的1.6到2.5倍 那甚至這些病人 得到憂鬱症的積累 是一般人的1.6倍 那抽菸喝酒就更多了 所以其實肝癇 在目前來講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皮膚病 大家要更加的知道說 他其實會有很多的共病的產生 所以為什麼 我們對於肝癇的病人 其實我們要非常積極的去治療傷 而不是認為說他就是皮膚看起來不好看而已 其實如果我可以遮得住 我可以不要理他 其實他在我們體內的這些發炎反應的 不斷的產生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去控制他 他得到這些關節炎 心血管疾病 這個高血壓高血脂的這些機會 是比一般人高很多的 那所以呢 他7%的人會 我們剛剛提到 會有一些人合併有關節炎 大部分都是在10年以後 大概得到肝癇的5到10年之後 會有關節炎的產生 那如果嚴重的話 可能會導致關節的一個變形 當然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少部的病人 他先以關節炎 關節疼痛先表示 然後之後才會有皮膚的疾病 那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嚴重的肝癇病人 常常死亡的原因是 腦送風 心肌梗塞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肝癇它其實是一個發炎的疾病 那跟我們的心血管的一個發炎 是有相當大的一個關係 那尤其是越年輕發病的肝癇患者 他得到高血壓 糖尿病 動脈發炎的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更高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很積極去治療 最重要的這一群病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怎麼去確認說 這個病人他的肝癇疾病 到底是嚴重呢 還是不嚴重 其實當然這個很因人而異 有些人他可能長得一小塊 他就覺得他很嚴重 有些人可能全身都是 那他不覺得他很嚴重 但是我們臨床上還是有一個 評估的一個方式來區分這一類的病人 最主要是我們會根據他嚴重的程度 我們給予他不同的治療方式 這個是治療他有一個基本的一個流程 所以在臨床上我們會認為說 我們要先評估病人他 這個皮膚有肝癇疾病的一個範圍 那通常我們怎麼去評估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我們的身體呢 我們假設一個手掌 就代表大概百分之一的體表面積 那一般我們認為說 假設你把你所有肝癇的病障 全部合在一起 你超過十個手掌 十個手掌那麼大 那我們就認為他是中度跟重度的一個肝癇 那這類的病人我們治療的方式 就會跟輕度的肝癇就會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是根據這樣的方式 來給病人不同的一個治療 那評估的方式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用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用面積來算 那他還有這個國際上大家同很接受的一個 嚴重度的一個指標叫做PASI 是根據他的面積 那根據他皮膚病灶的一個厚度 還紅還有剛剛脫血的一個程度 來評估他的嚴重度 那這個是在臨床上或者是 在整個大家對於疾病的治療上 評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乾癇 乾癇他的這個治療 當然如果說你是非常輕度的 就是說你可能就面積不是很大的 那一般我們還是以外用的治療為主 那我們都知道皮膚病很多外用的治療 都是用類固醇來治療 所以如果說你的疾病呢 基本上只有在面積不大的範圍之內 可以用外用的類固醇控制 那我們大概會使用外用的藥物來控制他 那如果說比較嚴重的病人 他的這個影響的面積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 比方說照光的一個治療 我想大家很常常去皮膚科門診都會看到 有病人在照光 照光照的是紫外線的B光 那B光它有免疫調節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照光的治療對於乾癇的病人來講 它是一個最沒有 應該是說所有的治療裡面 可能副作用是最低的 因為我們都是黃腫人 黃腫人對於紫外線的沒有像白腫人那麼的敏感 比較不會有皮膚癌的一個產生 所以用紫外線的B光來治療 是相對對我們來講是安全的 就是這個B光的一個治療 那有一些人會吃了一些感光劑之後 再去照A光的一個治療 就是所謂的PUVA的一個治療 那這樣的一個治療來講 現在在台灣比較少人在做了 因為我們擦了煤膠油之後 或者是吃了口服藥之後要閉光 這個對於很多病人他的生活上面是造成很大的不便 那尤其是另外一個就是PUVA的一個治療 這個A光它比較容易有皮膚癌的一個產生 那一個長期的一個治療上面來講 對東方人還好 對白腫人來講 就有很多人是因為這樣照光的治療之後 產生了一些皮膚癌的一個狀況產生 那我們剛剛提到 如果你是屬於比較中度跟重度的病人 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要積極的治療 這時候我們會給他口服的一些藥物 包括A酸抗癌藥物環包素這個東西 那我們也提到說 其實乾血它是一個免疫的一個問題 是一個免疫系統不平衡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最新的一線治療 就是所謂的生物製劑的一個治療 就是我們利用一些方式 來把你整個免疫的狀況 把它調節到一個從不好的狀況 調節到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狀況 這個時候它的乾血就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控制 所以光線的治療就是有四種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可以用Puva 就是先是一些感光劑 然後再照紫外線的波A光 就是Puva的一個治療 那或者是單純的就是照B光 那也是一個方式 那更新的呢 有一種叫做準分子的一個雷射 那它是可以治療 比較小範圍的一個乾血的一個區域 那不管這個 我想乾血 我們剛剛提到 它是一個慢性的一個疾病 它會跟著你大概大半輩子的時間 所以它的治療上面 相對於它是要有耐心的 尤其在照光的治療上面來講 是對病人來講是相當不便的 因為你知道你一天一個禮拜 你必須要跑個醫院兩到三次 去接受一個照光的治療 所以其實他們 有人在文獻上 曾經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 他們發現說 對病人 他覺得最重要的 治療乾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方便性 不管它的效果是怎麼樣 但是照光治療它雖然有效 但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方便 尤其它大部分都是在比較大的醫院裡面 才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一個治療 所以很多病人就算說 他想要接受照光的治療 但是他可能因為他居住的地方 你不可能從山上 每天跑到山下來照一個光 那我們照光的時間其實相對的是短的 從開始可能幾秒鐘到最後可能幾分鐘 但是如果你的醫院離你的住家非常遠的時候 照光治療相對就是變成一個不方便的治療 通常我們要照光 我們也要建議說 病人可能要一個禮拜要照個兩三次 而且要持續至少三到六個月以上 你才能夠看到它的效果 這個都沒有辦法說是神效 就是要慢慢 真的要有耐心 慢慢地接受一個治療 另外就是說 其實照光治療上有一個比較 另外的缺點就是 他在頭皮上可能很難照到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頭皮的乾血對病人來講 影響他外觀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因為頭皮上又有頭髮蓋著 其實照光也不容易照得到 所以另外就是影響外觀的指甲 指甲的治療在乾血上是相對困難的一件事情 照光對於指甲的治療效果也不是很明顯 雖然他對皮膚其他的改善是不錯的 但是對於頭皮跟指甲還是有他的困難度在 再來就是提到 我們可能會給他一些口服的藥物 那我們知道我們也提到說 口服的藥他有好處 但是他也容易有一些副作用的產生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給病人在 他如果是中度到重度的病人 我們才會建議他使用口服的一個治療 口服治療裡面一個就是維他命A酸 我想維他命A酸 可能很多人也都聽過 他除了在治療乾血上之外 其實嚴重的青春痘 我們也會給口服的維他命A酸 維他命A酸最擔心的就是 尤其給女性的病人 口服的維他命A酸 他會造成致肌胎性 就是說假設他懷孕的話 他的胎兒可能就會有畸形的一個產生 所以在給口服A酸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直在強調請婦女要避孕 這段時間絕對不可以懷孕 尤其是治療乾血的口服A酸 甚至說你如果想要懷孕 你可能要停藥兩年之後 所以對於育齡的婦女來講 使用口服A酸在治療乾血通常 不是很建議 但是有些時候 在平衡他的利益得失之外 還是有可能會給病人口服A酸 但是我們會非常跟病人強調 尤其是女性 強調說在使用口服A酸的時間 絕對不可以去懷孕 再來就是化療的藥物MTX 我想知道 因為MTX其實 他的名字叫做滅殺除癌 不曉得為什麼他取了這麼恐怖的中文名字 很多病人看到之後滅殺除癌 好像要把癌症除掉 其實他本來是一個抗癌藥物 但是我們用在治療乾血上面 我們使用的劑量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藥物MTX 它最嚴重的副作用就是 我們知道很多病人 乾病是台灣的國病 所以很多人都有乾炎 有B型乾炎、有C型乾炎 MTX長期的使用可能會影響肝臟 所以其實在使用上面還是要相當的小心 另外一個就是環包靈素 這個是一個免疫的調節劑 就是很多病人在腎臟移植之後 他要抑制他的排斥作用 他就需要使用到環包靈素 但是他的缺點是 有時候會引起腎臟的毒性 會造成高血壓的產生 所以在使用這些藥物上面來講 相對要跟醫生相當的一個配合 定期的一個追蹤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這麼多的治療方式之外 因為我們也提到說 其實隨著生物科技的一個發展 有新的製劑 就是所謂的生物製劑 生物製劑現在在很多的免疫性疾病來講都有 像類風刺性關節炎或者是僵直性脊椎炎 這種都有生物製劑的一個使用 很多的癌症現在也往這方面在發展 那肝血也沒有被排除在外 因為他是一個免疫系統的一個疾病 是一個發炎的一個疾病 所以現在有生物製劑的一個產生 生物製劑來講 他是由動植物 維生體 或DNA重組的生物科技造成的一個製劑 他會很專一性的去影響 我們免疫系統裡面的某一個 Cytocon 或者是Linfo 的這些調節 他的治療相對的是簡單的 他可能一個禮拜打個兩針 或者是甚至一個月打一針 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控制 對於他比較沒有直接的肝腎的一個毒性 但是其實他長期來講 他還是有他的一個可能的複製用存在 我們剛剛提到 沒有一個藥物是絕對百分之百安全的 那目前對於我們剛剛提到 比較嚴重的病人 其實在很多的國家他是首選 但是我們因為在健保的給付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對每個中重度的病人 都提供這麼昂貴的一個藥物治療 所以在健保的使用上面是 必須要經過傳統的治療無效的病人 我們就可以幫他申請這個生物治劑的一個使用 那目前我們台灣和可的生物治劑有三種 那就是看看如果說你剛剛提到 我們對於口服的藥物沒有效果 或者是說你已經吃了口服的藥物造成了一些副作用 甚至說你照光也沒有效 那這樣的一個中重度的病人 我們最後一線治療就是使用生物治劑 因為他的治療是昂貴的 一個療程可能就要二三十萬 所以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負擔 我們都要靠健保的一個給付來幫助這些病人 所以目前是有更新的一個藥物在治療上面 那他的安全性也經過在國外 有些已經經過五年 有些經過十五年的一個治療 所以他的安全性大家也都知道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那醫生也會盡量地去 在這樣的狀況下去注意 那我想生物治劑目前使用上 對台灣的病人來講 最大的 concern 就是還是 B 型肝炎 跟結合菌的一個復發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免疫系統 一半被調節之後 很多潛在的感染 比方說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 可能就因為你的免疫被抑制之後 他可能又起來了 或者是說我們知道 除了肝病是台灣的國病之外 其實我們的結合病 在台灣的病人來講 也是相對比其他國外 他的盛行率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也很擔心說 因為使用了這樣的生物治劑之後 你的本來很多人他的肺結合 他是隱藏性的 就是 Latent 的 TB 因為使用了這些生物治劑之後 他就被誘發出來 所以整個在治療肝血的病人上面來講 他跟醫生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簡單介紹完肝血之後 我想可能跟大家再介紹一些 我們皮膚科常見的一個疾病 讓大家對於皮膚科的一些基本的病 有一些很簡單的一個認識 那這樣的話對於大家未來以後 不管是 在整個日常生活上 對自己的健康照護也會有一些的幫忙 我想除了肝血之外 我想大家最常聽到的皮膚病 應該就是異味性皮膚炎 這個是很多目前台灣的爸爸媽媽 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隨著科學的進步 隨著環境的污染 其實異味性皮膚炎的小孩子 越來越多 其實異味性皮膚炎對於 跟剛剛我們提到的肝血一樣 他可能更早就發生 異味性皮膚炎 基本上他有三個時期 有些時候一開始他可能從出生到兩歲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產生 那有一些病人 他是從兩歲到十二歲的時候 才開始發病 那有一些甚至到十二歲以後才出現 所以異味性皮膚炎 他出現的時間也可能很不一樣 在不同的時期他出現的這個情況 他的表現也會不一樣 那我們知道異味性皮膚炎 他是整個異味性體質的一個 我們知道異味性體質包括什麼 包括異味性皮膚炎 包括氣喘 包括過敏性鼻炎 這三個都是屬於異味性的一個體質 那有這樣的體質的病人 他常常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所謂的過敏原 大家知道大家很喜歡去醫院驗過敏原 其實過敏原大概只有 對這一組群的病人是有意義的 那對於像你去得到蕁麻疹 就是氣氣喇這樣子的病人來講 驗過敏原他的意義相對是不大 那所以異味性皮膚炎 可能是這些異味性體質裡面的一個 所以常常異味性皮膚炎的病人 你去問他會有家族史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 假設你自己有過敏性鼻炎 你有氣喘 你有異味性皮膚炎 你的小孩子有這樣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如果爸爸媽媽都有 那小孩子有的機率就更大了 那當然這個不是百分之百遺傳的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乾癇的病人 我們提到說他最容易耗發的部位 是我們的頭皮 是我們的手肘 是我們的膝蓋 是我們的摩擦部位 但是異味性皮膚炎 剛好跟他相反 他耗發的部位是什麼 是我們的皺褶處 也就是說 我們想想看 異味性皮膚炎最怕的是什麼 夏天流汗 流汗是不是脖子都會濕濕的 這個手腕的地方會濕濕的 腳腕的地方會濕濕的 那這個就是他最耗發的一個部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他在嬰兒時期 可能是臉上啊 身上啊 反而屁股這邊比較沒有 但是如果你是在兩歲之後呢 他最典型的部位就是這些 曲側的部位 就是彎曲的部位 那成人之後呢 就是這些彎曲部位 所以其實呢 在各種不同的時期 他耗發的位置不同 那基本上他比較容易耗發 典型的他比較容易耗發 在我們的曲側 就是說 跟肝癡剛好是相反的一個部位 那在嬰兒時期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嬰兒時期 大部分母子都在臉上 所以很多媽媽呢 他小baby剛出生的時候 如果臉上有一些輕微的濕疹 他就會非常的擔心說 我小朋友是不是得到異味性皮膚炎 就非常非常的害怕 但是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很多的小朋友 他可能在這段時期 他只是輕微的濕疹 他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狀況 一定會演發到後來 他有異味性皮膚炎 其實這不一定 所以其實在兩歲以前 要診斷異味性皮膚炎 是要非常小心的 那大部分呢 我們剛剛提到 他會在臉上 會有一些紅紅的脫屑啊 或者是身上的地方 又是在嬰兒時期的時候 那如果到了小孩的時候 兩歲到十二歲 我們典型的地方就會出現 就是在脖子 在彎曲的部位 手彎腳彎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那肝癬在倒入他們叫做影蟹壁 然後呢 異味性皮膚炎 有人把它叫做 以前古代的把它叫做四彎 四彎壁 四個彎的地方 手彎腳彎的地方 那到了成年人的時候 因為長期的騷抓 那皮膚就會變得更厚 厚厚的苔癬樣的一個變化 就是在彎曲的一個部位 那肝癬 這個異味性皮膚炎的病人 他最怕的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 現在目前 大家對於 這個異味性皮膚炎的了解 認為說 他其實 常常是因為 角質層不健康的關係 所造成的 所以為什麼 異味性皮膚炎的病人 我們一直在強調 要教育說 要保濕 要保濕 因為其實他的角質層如果不健康 我們知道 異味性皮膚炎的人 最常見的過敏原是什麼 就是塵蠻 那塵蠻是在我們空氣裡面 到處都碰得到的東西 那他是怎麼進去我們體內的 除了從呼吸道以外 就是從皮膚進去的 那如果你有一個很健康的角質 其實你的 這些外來的東西 是不容易 進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引起發炎的一個反應 如果你的角質不健康 你的塵蠻 各種的過敏原 是很容易從皮膚進去你的 體內 然後造成皮膚的一個發炎狀況的產生 會造成這個異味性皮膚炎變得惡化 所以為什麼 在所有文獻裡面 異味性皮膚炎的首選 第一個治療 第一個就是一定是保濕 一定是建議病人 一定要把這個 洗完澡 一定要用保濕的東西 先把你的角質層照住好 之後你才來治療你後面的 那些發炎的一個反應 所以呢 異味性皮膚炎的人 他常常合併的是 就是他會有乾燥的狀態 你可以看到他的角 可能就非常的乾 就是我們的 有時候會合併 容易合併有像 魚鱗腺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他容易合併那些毛囊腳化 毛囊腳化其實是在我們 日常生活 我們的族群裡面 很常見的一個皮膚病 也就是說 在我們的上臂 或者是大腿的地方 會有一顆一顆粗粗的東西 我想可能再做摸一摸 可能都會發現 自己這個地方有點粗粗的 甚至有些在臉頰邊邊 會有點粗粗的 一顆一顆 他是毛囊出口的地方 有一些角質的堆積 異味性皮膚炎的病人 常常會合併這兩個東西的存在 而且呢 容易呢 可以看到他的臉上呢 這邊會有一條線 叫做Danny Morgan 的一個fold 那因為 異味性皮膚炎的病人會癢 所以他會去抓 所以容易有一些細菌感染的一個產生 所以他的治療上面第一個來講 就是skin care 就是照顧你的皮膚 要給他好的保濕劑 emonia 那避免這個角質的不健康 使得這些外來的東西呢 從我們的皮膚進去 那另外呢 其實盡量避免接觸一些 絨毛的玩具 合成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很多病人 他會對毛是過敏的 所以狗毛 盡量不要養貓養狗的 其實這個對異味性皮膚炎的病人來講 都是不適當的 那就是要保濕 那再來就是當然 如果不嚴重 就是給一些外用的類固醇藥物 那當然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病人 可能我們就必須要使用到全身性的治療 要給他一些口服的抗組織藥 甚至比較嚴重的可能必須要給到口服的類固醇 或者是一些免疫調節的藥物 那對於外用的來講 我想大家都很擔心類固醇的一個副作用 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類固醇它其實是有分級的 它可以從第一級分到第七級 那我們會在病人在不同的部位 或者他病遭不同的嚴重度的時候 給他不同級的一個 一個類固醇 比方說我們在小小孩 我們不會給他最強的類固醇 我們一定給他比較弱的一個類固醇 那至於你的嚴重度比較輕微 我們也會給予比較輕微的類固醇 所以其實大家對類固醇不要那麼的擔心 但是千萬不要自己去外面買類固醇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會長期使用一些最強的類固醇 自己反而不知道 大家覺得它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但是擦久了之後 類固醇就會容易造成皮膚的一個萎縮 甚至血管的一個擴張 那這些常常都是不可逆的一個反應 那 當然它也可以照光的一個治療 那這個一樣 照光其實它有免疫條件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對很多皮膚的疾病來講 它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除了這個異位性皮膚炎之外 其實在皮膚科裡面很常見的就是一個油 這個字 這個油 它是一個人類乳醋狀病毒的一個感染 那其實這個油在門診上面是非常常見的一個疾病 尤其是爸爸媽媽 常常會沒有去注意 看看小孩子 腳底長了一顆東西 就說我小朋友長雞眼 那或者是大人眼 我認為說我腳上長了一個雞眼 或手上長了一個雞眼 可是大家要小心 其實很多都會都是油 並不是雞眼 尤其是小朋友 我們知道 其實雞眼它是一個長期摩擦 所造成皮膚的一個問題 因為摩擦 所以我們的腳質會增生 所以你想想看一個小孩子 他真的走路的時間 跟一個六七十歲的人 四五十歲的人 他走路的時間 其實相對短的 他不太可能會產生雞眼 除非他是經常打球做運動 可能也要到十幾歲二十幾歲 他才會有雞眼的產生 所以其實在腳底 我們的小朋友幾乎不太會長雞眼 所以你在腳底發現大部分都是油 那油跟雞眼有什麼不同 我想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不會 真的把油當作雞眼 然後延誤了他治療的一個時間 因為油它的表面會比較粗糙 會這樣一個求診 那通常我們去皮膚科門診 他就常常會幫你消一下 為什麼要消一下 因為其實消一下就是要確定 他到底是油還是雞眼 如果你消下來 他什麼都沒有看到 就還是平平的顏色 那就是雞眼 如果你消一下 你會發現他有一點點的粗血點 一顆一顆黑黑的 那就是油 因為其實油 因為一個病毒的感染之後 它下面會有一些血管的增生 血管增生之後 我們把它消掉就會有點狀的一個粗血點 其實這就很好辨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其實是粗粗的 後後其實也很像雞眼 可是其實它不是 你可以看到它表面其實不平滑 其實雞眼表面是相對平滑的 它並不平滑 所以這是一個油 那油呢 在臨床上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治療方式 就是做冷凍的一個治療 冷凍治療就是我們用液態氮的一個治療 低溫負量198度的一個液態氮 然後去治療 讓病毒死亡這樣子 那當然它必須要多次的一個治療 而且治療 你必須要很確認它治療完全 因為你知道它是一個病毒的感染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治療 它是會復發的 而且它是可能會傳染的 那大家也不要擔心說 傳染是不是我一碰到它就一定會傳染 其實也不見得 其實如果你的表皮是健康的 沒有受傷的狀態下 其實就算你接觸到 它也不一定會傳染 這個跟我們講的香腸腳其實很像 其實大家很擔心香腸腳 會不會傳染給家人 它是有可能傳染 但是你也要你自己身體的環境適合 黴菌生長它才會傳染 所以這個是油 所以它的治療 接受冷凍治療 那如果真的不行 在有些地方它可以切除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切除掉 或者是有些人它可以 有些人貼肌眼藥布的 因為它有一點去角質的一個效果 但是這樣的一個治療 可能會不完全 那如果真的不行 你可能要考慮電燒或者是雷射 這樣的一個治療 不過基本上 如果早期發現它的治療是比較好的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因為去忽略它 或是小朋友不好意思跟不知道 所以沒有跟父母親講 所以有可能會長到十幾顆二十幾顆 那這樣的治療 就相對也要花更多的一個時間 那除了那麼很明顯的油之外 有些時候會有扁平油 扁平油常常會長在臉上 或者是長在身上其他地方 那它跟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個一般的油 尋常油就古大一樣 所以有扁平油會更難治療 因為它數量會更多 尤其長在臉上 你如果去治療它 常常會留下一些 治療後的色素沉澱 會黑黑的一點一點 其實不是好看 所以其實有些什麼問題的時候 還是要及早去救醫 那再來就是帶狀泡疹 我想這個是 我想大家一輩子應該都會得到的 一個病之一 只是不曉得你在哪個年紀會得到 大部分都是年紀大的人才會得到 那帶狀泡疹就是我們 一般所講的皮蛇 皮爪這樣子 我想這個應該所有的人都聽過這個病 那其實帶狀泡疹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我們以前呢 我們都得過水痘 我想大部分人都得過水痘 那現在可能在十幾歲的小朋友 他們因為有現在科技進步 醫學進步 有水痘疫苗的一個注射 所以他們可能沒得過水痘 但是大概二十幾歲以上的人 都得過水痘 那水痘的病毒呢 一旦感染我們身體之後呢 它是一輩子會留在你的神經節裡面 它不管你 以目前的醫療來講 它是沒有辦法完全被排除掉 移除的 所以它會留在你的身體裡面 等到有一天呢 你的免疫力比較差了 或者是感冒啊 或者是說你可能身體不好 比如說有癌症啊 你在接受抗癌藥物的治療 你的免疫力變差了 或者是你這個時候呢 可能老闆給你很多的工作 你熬夜好幾天 甚至有些人呢 可能坐個長途的一個飛機 也有可能 那整個壓力變大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水痘的病毒呢 就會 本來它是暗靜的在那邊 那一旦呢 那個免疫不好壓力變大的時候 它就醒過來了 醒過來之後呢 我們知道 它原本是藏在我們的神經節裡面的 所以呢 它就可能會沿著神經節呢 出來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它都會先痛 而且它的痛都是半邊的疼痛 可能是這個眼睛這邊 偏頭痛啊 可能會認為是偏頭痛 有些人長在胸部呢 它可能認為 我可能是 是不是要心肌梗塞 在胸痛 那甚至有些人呢 是長在腰部腳的 那它可能會以為 它是那個坐骨神經痛 那可能會痛個一段時間 長折一兩個禮拜 短折幾天的時間 那之後呢 在那些地方 才開始有一些水泡 或者是皮膚紅疹的一個出現 所以它一開始的症狀 常常都是神經痛 所以它一開始也常常被誤疹 他可能認為說它得了偏頭痛 或者是他可能以為 它是坐骨神經痛 然後趕快去骨科啊 或神經外科那邊 去做一下電腦斷層看看 其實它的坐骨神經 根本就沒有問題 可能要過幾天之後 它的皮膚紅疹出現 大家才赫然發現 原來它就是一個帶狀泡疹 所以一開始都是痛 那它這個痛有時候很特別 它就是抽著抽著這樣的痛 可能不是一直 一陣的 一直這樣持續的一個疼痛 那當整個水泡產生出來之後 那當然它的診斷上 應該就是沒有問題了 那這個時候 你就是去好好的治療 這個疾病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跟大家講的就是 其實很多病人 因為它叫回床 皮蛇 所以很多人喜歡去什麼 斬蛇 就是去不知道去廟宇還是哪裡 就去畫那個紅色的 或者是貼一些膏藥 其實這個反而是不好的 第一個它延誤你的治療 第二個因為它貼一些膏藥草藥之後 有時候它會反而造成 你知道其實膏藥草藥 其實有些時候是有效的 但是你的使用的時間 如果不對或它裡面的東西不對的時候 常常會造成濕疹的一個產生 那會造成整個疾病治療的過程更加的嚴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常常看到有些人長在這個眼睛周圍 它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長在眼睛周圍呢 它比較容易影響到我們的角膜 所以這個如果你長在頭頂 這個尤其是三叉神經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那或者是有時候會長到我們的 第七對腦神經那個地方 那有時候會造成好像中風一樣 那個眼部神經的一個麻痺 那所以長到頭頸部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那有些時候就是 它基本上都沿著一個神經節出來 所以看你長在什麼地方 如果有時候長在胸部 有時候長在四肢 就是看 那當然它大部分都是單側的 除非你的免疫系統真的很不好 比方說像艾滋病的病人 或者是你真的當場正在做化療的病人 他的免疫真的很差的時候 他有可能他長的面積比較大 或者是他長到全身 就除了那個神經節以外其他的地方 就是他的範圍擴大的時候 就表示你的免疫系統是真的不好 那我們在治療這個帶狀泡疹的時候 跟一樣跟我們的流感一樣 越早治療效果越好 因為我們知道流感它也是一個病毒的感染 是不是流感的話 在流感的早期就給他克流感 所以一樣的 如果說是帶狀泡疹 你在越早期的時候 你給他抗病毒的藥物 把病毒的反應壓下去之後 它的治療效果會比較好 那當然是不是你越早治療 你的帶狀泡疹的神經痛 就一定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帶狀泡疹 他難治療的並不是在他的皮膚的問題 他難治療的是在他的神經痛的問題 其實我想很多 尤其很多年紀大的病人 都是因為帶狀泡疹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沿著神經這樣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在整個發病的過程 他的神經是會受損的 因為神經的受損之後 神經痛才是很多病人沒辦法忍受的 因為很多病人可能一兩個禮拜 他神經痛就好了 可是很多年紀大的病人 他可能那個疼痛甚至有些是幾年的 那個是對病人來講 是非常痛苦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治療帶狀泡疹 除了治療他的皮膚之外 最希望的是說他不要引起 後續那個神經痛的一個後遺症 那這個神經痛的後遺症 有一些文獻他是認為說 你越早了一個抗病毒藥物的治療 可能你神經痛的狀態會比較緩解 因為我們知道你越早把它治療好 你可能神經受傷的狀態是比較輕微的 之後的後遺症可能會比較減緩 但是這個還沒有百分之百的一個定論 不過尤其是年紀大的病人 能夠越早治療 不要讓他發的那麼嚴重 真的是對於之後的神經痛的一個 副作用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剛剛提到他是水痘的一個後來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水痘 我想現在的小孩子大概是不會得水痘了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打過水痘疫苗 所以可能在二十年之後 大概沒有一個醫生會看水痘了 其實水痘其實我想我們在座的人可能都得過 其實就是像你們可以看到的這個樣子 就是好像花瓣上的一個露珠 就紅紅的然後一些水泡這樣 其實他就是會發燒 有些人會發燒 身上會有一些紅水痘的產生 他其實也是一樣 跟我們剛剛提的彈狀泡的一樣 他如果早期給他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他也是會很快的控制下來 再來就是說這個水痘 他其實如果小孩子得其實還好 但是如果是大人 到了大概二十幾歲才得水痘 其實他的症狀都會比小孩子來得嚴重 然後比較容易留下疤痕 所以其實如果有水痘 能夠及早治療 是比較不會有一些疤痕的後遺症 那跟泡疹一樣跟水痘一樣 都是屬於同一類病毒的 就是單純泡疹 這個可能大家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已經得過了 那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能夠相信說 我根本沒得過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單純泡疹的產生 那其實單純泡疹一樣 他一旦得過之後 他就一輩子跟著你 一樣就是你免疫力差 你熬夜 或者是你感冒的時候 他就會發 而且耗發的部位都在同一個地方 有兩型 大家常常也聽過 一個是在水部周圍的 就是口唇型的 那有一個是在生殖器周圍 就是第二型的 所以呢 他發作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刺刺的 你就覺得怪就對了 很多病人其實都有經驗 他都已經知道說 快要發了 快要發了 因為這個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個當然 目前在臨床上 都有一些特效藥的藥膏 可以來控制他 最麻煩的是 有些人發生的頻率非常非常地高 有些人兩三天就發一次 這個其實對病人來講 是相當困擾的 所以呢 其實當然如果你發作非常地頻繁 你可以考慮使用口服的抗病毒藥物 一陣子的時間 我們剛剛也提過 他是一輩子會跟著你的 所以你只能夠利用治療的方式 或者是改變你生活作息的方式 讓你自己的身體變得 免疫力比較好的狀態下 讓他發的次數變少 而不可能不發作 這單純泡型 我想這個大家都 很多人都有經驗 他常常都在嘴唇的某些地方 會反覆地發作 那就像一撮一撮的小水泡一樣 那這個是第一型的 那有些人會常常發症在屁股 尤其很多年紀大的病人 他就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他常常在屁股的地方 會產生這個泡疹的一個發生 那這時候你可能 就要調節你家自己的作息 比較要讓自己作息比較好一點 讓自己的免疫力比較好 就比較不會發這個單純泡疹 另外一個在皮膚科 常常碰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青春痘 我想這個應該也是 大部分人都有的經驗 一輩子沒長過青春痘的人 大概很少 其實青春痘大概現在發生 可能是因為大家 飲食習慣的關係 或者是什麼 其實很多小孩子 可能在十歲的時候 就開始長青春痘了 其實現在來看痘痘的年齡 其實有稍微變小的一個趨勢 就是可能很多人 大概小四小五 就開始有一些粉刺 或開始有一些痘痘的一個產生 那其實青春痘 我想很多的父母 或者是在座各位 有可能認為說 他只是青春期的一個疾病 其實不見得 有些人到了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 也可能會長青春痘 那青春痘到底要不要治療 其實我想很多爸媽媽媽也認為說 其實青春都是青春期 過了之後就好了 我想這樣講或許也沒錯 如果他不嚴重 其實可能過了青春期 他的整個皮脂腺的發炎 出油沒那麼嚴重 整個青春期過了之後 他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他真的長得嚴重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積極治療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病人 他因為沒有在青春期的時候 可能就是念書 那或者是沒有 不認為痘痘是一個 要治療的一個疾病 那沒有治療之後 其實之後產生很多的凹凍 其實對某些人來講 事實上他認為他是會影響到 之後不管是他就業 或者是他的生活 就是對於他生活品質 是會造成蠻大的一個影響 那青春痘呢 他其實好發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第一個 因為就是比較容易出油 我們知道大部分 大概沒有乾性皮膚的人 容易發青春痘 因為他油脂分泌旺盛 是他造成青春痘的一個原因 那再來就是毛孔的阻塞 因為毛孔塞住之後 那再加上油脂的分泌 那之後呢 就是挫通感菌的 這個在那邊滋生 然後造成痘痘的發炎 那這是青春痘的一個狀況 那他從最簡單的一個粉刺 我想大家都知道粉刺長什麼樣子 粉刺他有分為白頭粉刺 有分為黑頭粉刺 那粉刺到底可不可以去擠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適當的話 尤其是黑頭粉刺 黑頭粉刺就是我們講的開口的 所以其實你輕輕的一挑 他可能就掉了 那如果是白頭粉刺 其實他是閉口的 我們叫做closed 就是關起來 他是沒有孔的 所以其實硬擠是擠不出來的 但是在臨床上 我們還是可以借用小小的針 稍微錯一下 讓他有一個洞 可以把裡面的東西擠出來 所以粉刺其實是可以清除的 那只要你不要處理不當 把粉刺清掉 是可以讓你的痘痘減緩的 那如果你粉刺沒有處理 那之後再加上一些 挫鬆感菌的生長 一些發炎細胞的產生 在這邊聚集之後 就產生發炎性的丘疹 就一顆一顆紅紅的痘痘 那之後呢 甚至產生濃炮 那在濃炮之後 可能就是變成大顆的痘痘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顆痘痘有時候長在鼻子上 長在臉上 那個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病人也會覺得非常的疼痛 那甚至長生囊腫型的 就是很大顆的那種痘痘 那所以呢 其實到了如果你有很嚴重的發炎性的 抽疹濃炮結結甚至囊腫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你真的要積極治療 因為這樣的病人呢 其實他是很容易產生疤痕的 另外就是說 提到說他對日後外觀的影響很大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長痘痘嚴重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積極治療 避免他以後產生疤痕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痘痘 其實治療上面來講 之後最擔心的就是他產生一些疤痕 甚至產生這種紅紅的痘 他其實很 要相當久的時間才會消掉 就紅紅的痘疤 這個有的時候 甚至算月的甚至算年的 都不一定很容易消掉 其實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於他的外觀是會受影響的 其實有些人他會因為這樣 尤其在青春期的小朋友 有些人會因為這樣 他自己會覺得他人際關係不好 所以其實痘痘如果嚴重的時候 還是建議要積極的治療他 再來就是大家常常 尤其在夏天 這個黴菌感染是 我想這是大家最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提到的就是甲險 甲險就是大家講的灰指甲 我想這個應該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這是指甲的一個黴菌感染 有甲險的病人常常會合併有竹險 竹險就是我們常講的香港腳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叫香港腳 那指甲的感染 就是他的類型可以有很多種 大概就是變厚 然後從遠端慢慢的蔓延到近端 我們可以看到大概就是這樣 指甲就變厚 從這個地方慢慢的往這邊 那這樣的指甲其實就看 有些人會很積極的去治療他 有些人會認為說 他只是外觀上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就是建議說 如果說如果你是很年輕 你的肝功能正常 其實你可以考慮去治療他 那當然有一些人他擔心的是 因為他可能年紀大的病人 他又有糖尿病 糖尿病的人最怕有香港腳 因為香港腳有一些 有一型是屬於糜爛型的 等一下我們會再看到 那他就容易有一些感染 那現在灰指甲的治療 就有一些口服抗綿菌的藥物 可以治療他 那一般來講 我們給這個口服抗綿菌的藥物 他治療 如果是手指甲 我們治療要六個禮拜的時間 那如果是腳指甲 我們治療可能會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那這些灰指甲的藥物 都有一個共同的副作用 就是少數的人會 在吃了灰指甲的抗綿菌藥物之後 會肝功能異常的現象產生 但是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他的機率不高 而且如果你是在 醫師的處方下治療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幫你追蹤你的肝功能 只要肝功能發現有異常就停藥 停藥之後幾乎都會回復正常的肝功能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對灰指甲的藥物 有那麼錯誤的一個印象 只是說他有可能 那當然我們知道他有可能之後 我們好好地去追蹤他 那就不會有問題 最怕的就是說 你不知道自己在外面吃 自己要去買 然後沒有去追蹤你的肝功能 才會有問題 如果你在醫生的處方下 然後好好地追蹤 其實他算是一個相對安全的藥物 當然現在我想大家在廣告上 都有看到那個 那個子力啊 那個什麼 塗的香港腳的 塗的灰指甲的藥 這指甲油的劑型 其實他也不是沒有效 他也是有效的 但是要看看你 這個整個指甲受損的一個狀態 如果說你受損的狀態 是整個指甲都已經這麼厲害了 那這個時候你去擦外用的藥物 相對的效果是比較差的 我們知道甚至我們用口服的抗黴菌藥物 我們治療的成效大概有六七成而已 沒有百分之百的人都有效 那你用擦的呢 因為其實他們是建議說 假設你一個指甲的面積當作一 你在影響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狀態下 你去擦可能還有效 如果你是整個指甲的面積 都受到黴菌感染的時候 你用外用藥物基本上效果是不好的 他們也不建議你這樣使用 那當然擦指甲油的劑型來講 它是還蠻方便 它一個禮拜只要擦一次 但是大家如果只聽廣告 然後就去買來用 其實常常你會使用錯誤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指甲很厚 我們大家都知道灰指甲第一個 最常見的就是指甲變厚 那在很厚的狀態下 其實就算它是指甲油的劑型 它有讓你讓藥物穿透 比較深的一個效果 但如果你指甲很厚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沒有辦法 穿到你的甲床的地方 所以建議它其實裡面 它會有附一些搓刀 建議你其實你要把指甲去搓薄 你搓得比較薄 你擦指甲油的效果才會比較好 所以其實搓薄這個動作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有些時候有些病人 他是沒有辦法這樣做到的 所以你如果使用錯誤 就算你買了很貴的藥 其實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大家在使用指甲油的治療 灰指甲的時候 大概也是要小心 就是基本上你要照著它的方式 一定要把指甲戳薄 它的治療效果才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骨血 我想這個在夏天真的是很常見 在門診裡面非常非常多的骨血病人 我們剛剛也提到 其實有些時候 它跟肝血長起來也很像 在屁股 然後在竹血就是香港腳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香港腳其實它有一些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為什麼糖尿病的病人 會擔心香港腳的問題 因為香港腳一型 是屬於這種糜爛型的 也就是說它在腳縫的時候 它是會濕濕爛爛的 那一旦濕濕爛爛之後 它就容易有細菌感染 從那個地方 因為有傷口容易感染 那尤其糖尿病的病人 最擔心的就是 因為這樣的感染 造成蜂窩性組織炎 所以為什麼糖尿病的病人 他會很積極地強調 你足部的護理要非常地注意 因為如果你有香港腳 尤其是屬於這種糜爛型的 就是你的腳縫裡面 那個是濕濕爛爛那一型的 那真的要好好的治療 那再來就是 香港腳不是只有這一種 它有些時候 就是單純的脫皮 就是腳縫脫皮 或者是腳底脫皮 那有另外一型 是屬於水泡型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有些時候我們在夏天 會手腳會起水泡 很多人都把它當作汗泡疹 我們剛剛有提到汗泡疹 就是手會用小小的水泡 很癢很癢的 甚至有時候腳也會起水泡 那如果我們沒有去認真的去檢查 有時候會把他手跟腳 都當作汗泡疹來治療 其實呢 如果你仔細地去幫病人做檢查 你會發現 有些人他的腳起水泡 其實是香港腳 就是說你把他刮起來去看看 會發現說 其實那個水泡是香港腳 所以香港腳有一個類型 是以其水泡來表現的 所以常常會被誤診成汗泡疹 那這樣治療的話 它的效果就會不好 所以我們最常見到的 還是這種脫皮型的 脫皮的 那有些人是在腳封會這樣 白白爛爛的 這種就是要比較小心 常常很多蜂窩性組織的人 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建議一定要好好地 治療他 那另外一個 在夏天最常見的一個疾病 就是汗斑 我想大家也都聽過汗斑 汗斑其實 另外一個名詞叫做什麼 叫做變色抗疹 為什麼叫變色抗疹 因為其實他會變色 就是說 你平常看到他可能白白的 可是他如果一熱一流汗 他可能又變得紅紅的 他病人會跟你講說 常常就是變紅 顏色會變來變去 那他會有點脫屑的狀態下 那這個汗斑我想 他就是會看到這樣 白白的 如果熱起來可能就變紅色的 會有點脫屑的狀態下 那我們假設去顯微鏡一下看 就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 就是這種 這種 這種 他的SPOR 他的包紙這樣子 所以 汗斑其實在夏天的這個 門診是常常碰到的一個皮膚疾病 那同樣的 他基本上 他是抗黴菌的藥物的一個治療 那當然 最好就是說 盡量 不要流汗 流汗完之後 趕快盡量的沖洗 那 得過汗斑的病人就要小心 他很容易明年會再等 其實很多的疾病都是這樣 很多的香港腳也是 他可能夏天的時候得了 到冬天 天氣比較沒有那麼熱 他香港腳好像就 也就比較好了 但是到了夏天又開始 所以漢斑也常常會這樣 他可能就是夏天得了 治療好了 到明年夏天 快到夏天的時候 又開始又來了 那其實 漢斑雖然說他 有時候 有時候很多病人都覺得說 這個不治療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他不見得會癢 不見得會怎麼樣 可是有些時候 他時間久了 他容易留下色素沉澱 那 也其實 當然他可能都在 躯幹的部位比較多 所以 有些人可能覺得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 你長期這樣子 有時候 你必須要去游泳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你也是會影響到你的一些生活 因為你可能就 因為躯幹就變化化的 你可能就不敢去做這樣的一個戶外活動 所以其實漢斑呢 他在夏天是很常見的一個皮膚的疾病 那再來就是 同樣就是黴菌感染 就是念珠球菌的感染 可能念珠球菌的感染呢 他尤其是在免疫力比較不好的人 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 他比較容易發生 那甚至另外 常常就是有一些年紀大的病人 他可能因為這個身體的關係 他包著尿布 那這樣的病人也比較容易有念珠球菌的感染 那常常都是在比較皺褶的部位 那除了一片紅的之外 常常會有一顆一顆在旁邊 經過治療之後可能就好 所以念珠球菌的感染也常常會被誤診 因為尤其是小孩子有時候包尿布的時候 跟尿布誤診 念珠球菌的感染 的時候常常被混在一起 那治療上就是說 如果你診斷錯誤的話 有可能會越治療越不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在門診裡面 最擔心 或在醫院裡面最擔心 會碰到你是戒窗的病人 我想其實 現在大家的壽命都比較延長 也很多人 因為年紀大的關係 去安養院裡面 去接受晚年的一個照顧 那其實在安養院裡面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戒窗 那戒窗的問題不只在安養院 其實在哪裡還很常見 就是監獄裡面 因為大家共同的生活 那如果有人得到之後 那因為沒有辦法很好的隔離的狀況下 其實很容易一個傳染 那這個傳染就很容易 因為年紀大的關係 又住院 然後又在醫院裡面 傳染到其他的病人 所以其實戒窗是 我覺得在醫院 或者是在現在的這些群聚的社會裡面 很困擾的一個問題 那戒窗它基本上是戒蟲的 寄生蟲引起的一個皮膚病 那容易發生在臥床 安養院 監獄 甚至忘了講的是軍中 在軍中裡面也很多 那當然一般人也會 那一般人怎麼會被感染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結婚之後 你可能跟先生睡在一起 跟太太 或者是你去照顧你的父母親 或者是有一些是 看護的人員 在醫院裡面照顧病人 這個可能都會被感染到 那在正確的治療下 大概要兩到三週的時間 那戒窗最常見的是 會很癢 那真的會很癢 有些病人 尤其是在熱 晚上蓋了被子之後更癢 那就是戒窗最常見的一個特色 那戒窗呢 通常我們會檢查病人的什麼地方 第一個就是看他的手縫 手縫會不會有一顆一顆的 紅紅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 女生我們就看他的皺褶部位 有去看肚臍周圍 看看腋下 那男生最常見的就是看生殖器的附近 如果你在生殖器的附近 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紅紅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在生殖器附近有長這個東西 或在手裡面有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幾乎就可以診斷是戒窗 那當然我們還是可以去把這些東西的皮屑刮起來 我們可以有時候可以在顯微鏡下看到戒蟲的一個出現 所以其實戒窗呢 他是真的要好好治療 但是他的治療又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要一段時間 不是只有利用萬用的藥物去把戒蟲殺掉之外 你的很多的衣服 你的寢具 你都要去處理它 你的衣服 你隨身的衣服 你可能或者是你的床單床罩 你都必須要用熱水去煮 煮到六七十度以上 才能把蟲給殺掉 所以其實這整個治療是很辛苦的 然後呢 會建議跟你比較親近的人都要一起治療 不是只有你治療好就好了 比方說先生有了 其實太太要一起治療 甚至有時候家裡的人要一起治療 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全家的一個運動 所以戒窗一戰被感染之後 要積極地治療 其實很多人會一開始沒有被診斷出來 然後造成一個大規模的感染 所以其實戒窗是要相對小心的 而且他治療非常非常辛苦 再來就是說他治療大概 治療要兩到三週左右的時間才能好 那我們知道戒窗感染之後會非常非常的癢 那是不是你治療之後他就不癢 沒有 其實他治療之後有時候你還會癢一兩個禮拜 那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這個一旦得到之後要好好的一個治療 而且要治療完全 如果你治療不完全 你可能過一陣子又會再犯 然後再傳染給其他的人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去安養院 或者是家裡有人從 人家有一些人酒駕去進監獄 住個一兩天 他也可能會感染戒窗回來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碰到這樣的病人 所以戒窗是一個 目前大家要稍微注意的一個問題 因為他的治療是相對很麻煩的 那最後一個就跟大家講一個 另外一個常見 大家又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蜂窩性組織炎 那他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真皮層或皮下組織的一個感染 一般是A群變球菌 或者是金黃色葡萄球菌造成的 那當然都是小小的傷口進去 那最常見到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香港腳 然後造成那個 細菌從你的腳縫的地方往上走 引起蜂窩性組織炎 那細菌感染一個特色就是 紅腫熱痛 你會紅 你會腫起來 你會覺得摸起來 它的溫度比較高 它會比較痛 那大概就是蜂窩性組織炎 而且它常常 如果你長在腳 常常你的淋巴結也會腫 它會合併淋巴腫 如果你長在手 可能腋下的淋巴結也會腫起來 會合併淋巴結腫 那基本上你如果好好的治療 給一些正常的口服的抗生素 或者是點滴的抗生素 其實它都可以治療得不錯 那當然少數的會進入血液 造成敗血症 那基本上 以我們現在台灣的醫療環境來講 這樣的病人相對是少的 我想大家都很有疾病的意識感 只要有這樣紅腫熱痛的感覺 都會趕快去醫院裡面 或者是診所裡面接受治療 所以這是蜂窩性組織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在四肢都還好 大家可能最擔心的是 影響到臉部的 因為我們知道臉部 它跟腦部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也沒有好好的治療 大家會擔心會跑到腦部裡面去 那這個其實只要好好的 接受抗生素的治療 一到兩個禮拜之後 它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改善 這個反而是不用太擔心 只是說要提醒 尤其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又有香港腳的存在的時候 就是要比較小心 容易有蜂窩性組織炎的產生 而且經過研究的統計 他們會發現說 蜂窩性組織炎一旦得過之後 它其實是容易再復發的 所以其實就建議 蜂窩性組織炎 是要好好的配合醫生的治療 大概一到兩週的時間 讓它完全的痊癒 比較不會有 以後容易復發的一個狀態 我想我們的時間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先簡單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謝謝 畢竟人欣賞的也講 那我想我們現在開放時間 來給大家來發問 那我想採取兩種方式 先從左邊開始 然後到右邊 那我們會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 先請舉個手 先從左邊開始 有沒有左邊的人先來發問 好這邊 請請問主呢 那個灰指甲如果不一的話 就讓他這樣 那就帶女生 還是最後什麼指甲整個掉了 什麼再重命張 還是怎麼樣 那會不會什麼痛啊 怎麼樣 一般來講 其實灰指甲 如果說實在不治療 第一個我覺得最影響的 大概就是外觀而已 他基本上一般不會怎麼樣 大部分的狀況是不會怎麼樣 但是有一個可能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他可能會容易有相當腳的採生 如果相當腳如果是糜爛型 他會比較容易有感染的發生 那再來就是 有些灰指甲他真的不治療 他真的很厚的時候 有一些老年人會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痛 那我們是不是乾脆就把指甲拔掉就好了 我們把那個灰指甲拔掉 是不是就沒問題了 那指甲就會長的就是新的呢 其實不見得 因為我們知道 灰指甲的感染 不見得只有指甲上面 我們的腳床上面也會感染 如果你沒有治療 你新長出來的指甲 還是可能會被感染 所以其實 有些老年人如果說 他的肝功能真的不好 然後也沒有真的很明顯的 那個相當腳的狀況下 其實他不治療是不至於 有什麼大的問題 大部分的狀況下是這樣 對 那請問一下 你說想要如果 香港腳不治療 香港腳不治療 大部分也不會怎麼樣 第一個 第一個 你可能有些人 香港腳會癢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只是脫皮了 你大概就是脫脫皮而已 那其實 我覺得香港腳裡面 比較擔心是屬於糜爛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腳縫裡面會濕濕濕濕的那種 他比較容易合併蜂窩性組織也 所以這個 這個就會建議 一定要治療 但如果你真的是香港腳 你不治療 說實在的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只是說 可能就是外觀上 你會脫皮 那時候有些人會覺得會癢 就是這樣子 另外我們基金會真志工 參與我們的工藝講座 我們也提供很好的福利 那就是有個試用期間三個月 那我們比照常庭醫院 中生健堂和國父建管 那我們三個月以後 我們還提供一個車碼費 那我們只是參與我們的工藝講座 因為我們基金會也不要入款 只是參與我們的工藝 那我們也有表格 也歡迎加入我們志工的行業 那下面有什麼問題沒有 我們先從準備開始 請問一下李主任 那個肢肉性皮膚炎 那個是怎麼造成的 然後要注意哪一些 肢肉性皮膚炎其實 都要根治 我想就是提到一個問題 沒有一個皮膚病可以根治的 很少 那肢肉性皮膚炎 我想我們是沒有提到 因為基本上它常常最常見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臉部 這個鼻子周圍的地方 會紅紅的會脫屑 甚至有時候是在T字部位 就是我們的眉毛的地方 會有一點紅紅脫屑的狀態 那最常見的是頭皮 頭皮有些輕微的可能就是紅紅的 比較嚴重的可能就有 比較多的頭皮屑 甚至有一點類似乾癇的那個樣子 那它基本上它是一個 就是跟你的生活做疾 比較有關的一個疾病 就是說你如果熬夜 或老闆給你的工作壓力很大 或學生考試壓力大的時候 它就容易發 你只要熬夜兩三天 有些人很嚴重 他頭皮屑就變得很多 只要他休息睡眠好一點 他頭皮屑就變少了 其實這個目前 它還是跟皮屑牙包菌有關 所以其實他的治療來講 一般我們都是 嚴重的時候治療 好了就停 那真的發起來再治療 那他沒有辦法根治 的確是沒辦法根治 那如果在臉上 可能我們就給他一點輕微的類固醇 擦一擦 那可能一兩天就好 那可能如果過幾天再擦 大概就目前能夠這樣 那如果是頭皮的問題的時候 當然現在有一些號稱 如果嚴重的話 頭皮屑多 那你就可以去買一些 抗穴的洗髮精 或者是在醫院裡面 可能有一些像 眉膠油的洗髮精 都可以改善你 這個頭皮屑的一個狀態 那或者是加 擦一些外用的類固醇 讓你頭皮的紅 變得比較輕微一點 那甚至有一些人呢 因為我們知道 他其實跟皮屑牙包菌有關係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人山歷書 那皮屑牙包菌 他可以治療頭皮屑 因為他裡面的那個 皮屑牙包菌繁殖會比較多 那有些時候你可以使用 有些人甚至可以使用 一些抗美菌的藥物來治療他 那基本上他真的是不會這樣 但是你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作息 然後壓力不要太大 他就會比較不嚴重 那求婚飲食方面要注意什麼 他跟飲食比較沒有關係 對他跟生活作息壓力比較有關係 那請問一下耳朵後面會不會得 會 耳朵後面也會得 對 這幾個都是我們好 甚至有些人前胸也會 就是皮脂腺比較多的地方 就比較容易有 那個指揉性皮膚液產生 那這個出了壓力 對於你是什麼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對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所謂的九糟筆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那個肉沙血就是九糟 那他基本上真的到九糟筆 算是比較嚴重的狀態才到九糟筆的程度 那大部分都只是可能臉部比較容易泛紅 然後血管擴張 然後長一點點像青春痘的一顆一顆的東西 那到很嚴重的狀態下才會形成我們常常 以為的那種九糟筆 那目前當然他治療上面 如果真的到了九糟筆的程度 當然治療效果就比較差 但是如果在早期 除了口服外用藥的治療之外 雷射是一個可以治療的一個選項 可以有所謂的 我們知道他還是跟血管有一點關係 所以他可以使用燃料雷射來治療 那有一些人治療的效果是還不錯 只是他可能也是要多次的一個治療 那當然九糟筆的 九糟這個體質的病人就建議 不要喝酒 刺激性的食物少吃 對 然後盡量避免去傷溫暖 或者是溫泉 那種比較悶熱的一個環境 會造成他的狀況變得比較糟糕 好 左邊 那我們現在右邊好了 好 那這位先生請 請教一下 慢性群麻症 服用抗阻止癌以後就會好了 不吃的話又會再發 對 像我每年天氣熱之後就會有群麻症 這個年驗這樣的腹發 怎麼會有什麼根治的辦法沒有 是不是跟年紀大有關係 如果年紀接難沒有這個毛病 好了 那個七十歲才是有這個毛病 對 還是不能根治 那個基本上呢 那個慢性群麻疹 其實在我們的定義上 就是說 假設你有群麻疹 然後持續六個禮拜以上 我們就把它叫做慢性群麻疹 那慢性群麻疹來講的話 目前當然是沒有根治的方式 但是第一個 我們如果是慢性群麻疹的病人 我們先要先排除他 他合併一些問題 有些慢性群麻疹的病人 是合併甲狀腺的問題 有一些是合併免疫疾病的問題 那有一些可能肝臟有問題 那這些我們要先把它排除掉 如果這一類的病人 這些疾病都排除掉 那有一類的病人 是對自己的血會過敏的 就是他對自己的血清 會有過敏的反應 那這個病人 當然我們可以藉由特殊的檢查 來把它發現出來 那當然沒有錯 他目前他的治療 都還是在抗主治安的一個階段 那慢性群麻疹也有一部分的病人 他是單純只是物理性 他只對溫度有敏感 那如果你真的對溫度有敏感 那我想這個大概 你大概能夠盡量避免 就是避免 就像說有些人 他可能進了冷氣房 天氣溫度一低他就發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 你可能要想辦法 就是可能你進冷氣房之前 不然就是穿個外套 先讓溫度變化不要那麼大 你就不會那麼嚴重 那像你可能說熱的時候會發 那如果你說實在天氣涼涼的 或都在冷氣房 你可能狀況也就還好 那種物理性的群麻疹 你可能要想這樣的方式來去避免它 因為這個目前沒有人有辦法 去解決物理性的群麻疹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 當然一般都是抗主治安的治療 那少部分的病人 比方說我們剛剛提到 可能對自己血清會過敏的病人 那當然現在有一種治療 就是減免的治療 它可以把自己的血打到你的皮膚 然後慢慢的讓你的皮膚 對於你的血的反應越來越低 的確有一少數的病人 對這個治療是有效的 那當然如果抗過敏的藥 就是抗主治安 那跟這樣的治療沒有 甚至有些人他可能 短期間要使用淚骨醇 或者是現在有一些新的生物製機 其實他也在引發 那也可以來治療慢性人的群麻疹 那不過目前他 當然我剛剛忘了提到 有些慢性群麻疹是跟一些感染有關的 甚至有一些人他是跟蛀牙有關 也有文獻報導過 有一些人是跟未潰陽的 那個優猛感菌的感染有關 有些感染會造成你的慢性群麻疹感染 所以其實基本上要經過一些檢查 先排除掉所有的問題 如果你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你當然可能只能靠藥物來治療 謝謝 好這樣子 我非常感謝李主任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的演講 跟今天下午 自散工業創新突破的李市長 都是昨天才從大陸趕回台灣 感謝 今天下午也非常演講 非常精彩 是自散工會創新突破 歡迎大家有時間也參與這個演講 他們兩位主導人 昨天才從大陸趕回台灣 參與我們的公益講座 好 下面 來 主任 您好 我從六十八歲開始 那個香肝腳沒有了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從前香肝腳有的時候 癢了一戳以後 覺得精神很好 現在大概六十八歲以後 這個香肝腳到現在 已經六七年了都沒有發作 我有點擔心什麼原因 應該要恭喜你 就沒有發作了 不過基本上我想 因為香肝腳它不是一個 因為如果你的腳的環境 像有些人怎麼樣 他的腳怎麼流汗 那怎麼樣 他都不會得香肝腳 我想跟你局部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得香肝腳 那或許 因為你可能經過六十之後 你可能身體 皮膚的狀況真的比較好 那黴菌感染比較不會上癌 真的有可能會這樣 那香肝腳如果輕微 有些人的確也是沒有治療 他可能就自己好了 就像我們提到 有些人到了冬天 他香肝腳是好的 可是到夏天他又開始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可能跟皮膚的狀況是有關 因為我們知道香肝腳這種 表潛的黴菌它只在你的角質層生長 它其實不會到我們下面 引起太厲害的反應 所以其實如果你的角質層 那個地方可能因為某些的原因 甚至現在還有一些 所謂的可能一些襪子 號稱可能有一些可以 預防的一個效果 其實說不定 這都是可以盡量避免 就是可能讓你的角度環境 不適合黴菌感染這樣 主任啊 我有一個那個老總統 那個醫師叫熊丸 熊丸醫師他常講 我去問過他 我說我有香港腳 他說你香港腳為什麼要去治療 他說那個香港腳好像是壞的細菌 被殺死的那個細胞 那個從這個腳底出來 他說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所以說我的印象裡 被他的鮮物為主的關聯啊 就是那個香港腳 還有這個香港腳好像 對身體的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沒有了 我還覺得有點擔心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相反的 香港腳其實 剛剛跟大家提到 它其實就只有在我們剛剛講的 所有的表皮的最外層 那個角質層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 有時候你會去醫院 你會發現醫生在那邊 跟你刮那個皮屑起來檢查 因為其實香港腳的黴菌 就只在那個皮屑的地方 它連下面那一層細胞都不會進去 所以它只在表皮 所以它是屬於表淺的黴菌感染 跟深部的黴菌感染是不一樣的 對 好 來 下面一個 這個 來 請舉個手好不好 它給你麥克風 這邊 對 我想請問主任 我家有一個親戚 她75歲糖尿病病人 她常常身體會很癢 那是什麼原因 要怎麼治療 那一個朋友她有牛皮血 那怎麼治療 那另外一個朋友她眼皮會長白色的 那個是油還是說吸塵代謝不癢 要看哪一個事情 原則上第一個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會癢 其實我想糖尿病 很多人到了老年人 第一個 最常見的是乾癢 可能是皮膚太乾會癢 那糖尿病的病人如果說她的腎臟不好 也有可能會癢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知道洗腎的病人 他其實是會癢的 那可能是因為洗腎的關係造成的 那再來就是可能要看 其實糖尿病的病人 他不見得大部分人都會癢 就是要看狀況而定 那再來就是 你說眼皮上會有那個白白的 是一顆一顆的還是一片 眼皮上如果是白 我想白就是 第一個當然 如果真的是沒有顏色 那要考慮是不是白白 不過我沒有看到我不知道 如果說有些人只有在眼皮的這個 上眼皮的兩側白白 有一點黃黃白白 那有可能是黃色瘤 那要注意一下血脂肪的一個問題 那甚至有時候在眼周 一點一點白白的 一顆一顆的 那有可能是汗管瘤 不過沒有看到 很難跟你講到底是什麼 另外一個問題 牛皮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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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皮癢有一些人 我們牛皮癢有兩種說法 有些人就把乾癢當作牛皮癢 所以你要確認 他如果是乾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那有一些人他會 我們知道 皮膚經過一個慢性的騷抓癢 一直抓一直抓之後 你知道人家打你 你會不會反抗 你會反抗 所以你一直抓皮膚 皮膚也會反抗 皮膚的細胞就會增生 他的角質就會變厚 所以看起來就會變厚厚厚處處的 就有點跟乾癢 有一點點的類似 所以有人會把牛皮癢 那種慢性的濕疹叫做牛皮癢 所以你要先確認 他到底是屬於乾癢 還是我們講的那種慢性的濕疹 那如果是乾癢 就是剛剛的治療 如果一個慢性的濕疹 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定還是會使用外用的類固醇 如果你用外用類固醇沒效 另外有時候可以直接 局部注射類固醇的藥物 那他的效果其實還不錯 只是病人會覺得比較疼痛 好 好 那下面還有請問幾個 這邊 這邊有 好 這邊 請問女主任 那個什麼帶狀炮疹 它長在腋下 可是他說現在 我剛才聽女主任講 要打什麼生物劑 帶狀炮疹 還有那個健保都不幾部這個藥 你說乾癢嗎 不是 帶狀化疹 帶狀化疹 不是打生物劑 它是有抗病毒的特效藥 健保沒有不幾部 假設你想帶狀化疹 健保給付你抗病毒的特效藥 只有幾個狀況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你長在眼睛周圍 就是他長在頭頸部 他認為說你會影響到眼睛 或影響到眼面神經 所以你長在這個地方 他會給付 如果是在三天之內的 那如果你長在生殖器周圍 因為有些長在生殖器周圍 會影響大小便 那健保會幾部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是癌症病人 你在接受化療的治療 那健保會幾部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免疫力很差 你長的範圍超過你的 比方說你是長在胸部的 但是你臉上也出現了 你身上也出現了 就是到處都出現 我們講的就是範圍比較大 那個他也給付 所以他其實他不是不給付 他只有一些 他認為比較嚴重的他會給付 對 那我想他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蟹竹種 蟹竹種 蟹竹種就是一種疤痕真生的一個體質 也就是說 我們通常呢 假設你開完刀之後 你的疤縫起來 是不是大概就是在你開刀的那個地方 那如果你有這種體質的人 你的疤就會超過你的範圍 就是你可能會變得比較厚比較大 那就是蟹竹種的體質 那有蟹竹種的體質的病人 一般假設你不開刀 你很難會發現 常常發現就是開完刀之後才知道 原來我有蟹竹種的體質 那蟹竹種最常發生的地方 都是在脖子胸上半身 所以比較常見 那除了我說開刀之外 另外一種我會發現他的蟹竹種就是 有一些人他真的蟹竹種很嚴重 他甚至長青春痘之後 都變成蟹竹種的疤痕 所以蟹竹種 他假設你有這種體質 只要你的受傷比較嚴重 或者是說你只要你的發炎反應 影響到你的真皮組織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產生他的蟹竹種出來 不見得要開過刀之後 那如果有那樣體質的病人 一般就建議不需要開刀 就盡量不要開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身上常常長的一些 你想比方長痣啊 或者是長一些良性的細胞 良性的瘤的時候 其實如果能夠不開就不開 那大部分很多病人都是因為 會開完一刀之後才發現自己有那種體質 還有一個就是說 有些人的皮膚 會有那個好像字一樣 那種紅色的原點 你講的應該就是櫻桃血管瘤 就是尤其到了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之後 可能開始在我們的手上 或者是身上就會有一顆一顆紅紅的 我們還叫做紅痣 其實它是血管瘤 那那個沒有問題 那是良性的 那通常只是表示 常常就是 我們講比較那個一點 就是皮膚有點開始老化之後 年紀增加之後 它就會出現了一種東西 那其實沒有關係 你可以不處理它 對 謝謝 好 那非常感謝 李主任精采的演講 精采的會議 主觀單位 感謝李主任擺放之中 我們幾個紀念品 要送給李主任 要送給李主任